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再来一瓶这个东西突然就消失了 有网友说啊 现在喝饮料越来越没意思了 翻开瓶盖啥也没有 总感觉自己亏了 换做十年前 运气好的时候 一瓶饮料的钱能联合三瓶 这谁不想试试 没错啊 中国饮料行业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再来一瓶功不可没 2008年 国内茶饮料市场风烟四起 前有可口 重磅压住原夜茶 后有统一虎视眈眈 某师傅夹在中间是负贝受敌 市场甚至传言啊 茶饮龙头即将换人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2009年2月 某师傅正式启动了庞大的再来一瓶促销战略 一次性拿出15亿瓶正瓶 中奖率高达20% 这种玩法在当年 直接让某师傅的产品 席卷了全国的饮料零售终端 那有消开就会问了 这不挺好的吗 为啥现在不搞 没错 卖是好卖 但问题也很快出现了 就拿红牛来说 当年红牛地下的市场销售目标 是6000万瓶 也就是1200万个中奖名额 但年底一核算 红牛发现 诶不对啊 我怎么收了2000万个瓶盖 这一下子 各大企业就醒悟了 合着我跟你玩运气 你跟我玩科技 没办法 在瓶盖上刻个字 这事太容易了 一些黑心小作法 靠生产假的中奖瓶盖 一年能搞几百万 于是呢 在2015年之后 饮料企业的促销方式 基本都转为了扫码抽奖 这种方法呢 确实避免了造假 可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一个是嫌麻烦 第二个也怕泄露个人信息 所以这种方式 一直不温不火 反而是当年简单 直接的开盖油讲 实大实的拉动了 饮料市场的发展 其实对我们来说 怀念的 也许不是重的那一瓶饮料 而是那段简单 但快乐的时光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这招 讲故事